第1751集 叶浩轩的首级是科技的最新产物 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有信号的 他接通了电话以后 不由得笑道 南宫小姐 你给我布的一个好局啊 你所在的位置确实是圣地所在 你在去的时候应该就想到 既然是那种隐藏在世的洞天府地 那一定不是普通人能找得到的 你不是普通人 你能找得到 但你想在圣殿里面治疗你的伤 那就得闯关过阵 你这是在考验我吧 对 我这是在考验你 毕竟你是最有可能成为我男人的人 我的男人一定不能比我差 现在先别说这些沉重的问题 你要先告诉我 这个阵该怎么破 叶浩轩看着周围的星宿图像 越转越快 他不由地戒备了起来 这座大阵是对应紫薇斗树的十四颗主星 每颗主星里面都蕴含有一颗本命星宿的星君分身 不过你放心 这阵存在的太久了 那些星君的分身 大部分都是在沉睡当中 据我所知 只有七杀星君的分身 是拥有一时 也是最危险的 你说这些星宿的图案 是星君的本人在这里 叶浩轩吃了一惊 他有些无语地说 那可是星君啊 是神奇 你让我一个普通人 跟神奇去斗 我都说了 是分身 南宫英再次强调了一下 哪怕是一个分身 但是对方作为一个神奇 也不是我现在能对付得了的吧 叶浩轩有些生气地说 你这就是想看着我去死 想成为南宫家族的女婿 有些事情是必须要面对的 南宫英还是认真地说 闯过去 对你算是一丝历练 我想 距离你真正地达到金丹大当 只有一步之崖了 现在告诉我 怎么对付拥有一时的七杀星君 叶浩轩问道 没有捷径 只有应拼 不过你要当心一点 七杀星君 是紫薇斗树十四主星里面比较厉害的角色 他的杀气 也是最重的 虽然他并不是主体 但他 也不是你现在的实力 能对付得了的 你就是想让我来送死 叶浩轩有些悲愤地说 我研究过你的命功 但是你的命功 我却看不清楚 如同物理看花 那又怎么样 大凡 命功 命功看不清楚的人 都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人 所以你放心去吧 你死不了 好了 我不跟你多说了 这么久了 七杀星君应该已经感应到 有人闯进他的地盘了 他要开始觉醒了 喂 喂 你先别挂 喂 叶浩轩有些郁闷地收起了手机 男功音根本无视他的决定 直接挂断了他的电话 这让他倍感淡疼 十四颗主星的转动已经放缓 叶浩轩发现 其中七杀星的光芒最深 除此之外 其他主星的光华都有些暗淡 这也证实了男功音的说法 他说大阵之中 只有七杀星君的分身还在 其他星君的分身 大部分陷入了休眠 但是叶浩轩不知道 如何面对杀意极强的七杀星君 他只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因为他看到了七杀星芒越来越盛 随着七杀星芒的星光越来越盛 周围也亮了起来 叶浩轩死死地盯着七杀星芒 他的精神提到了极限 因为他知道 在这看起来普通的图案里 却是有着一位星君的分身存在 七杀星是紫薇星中十字主星的首星啊 也是杀意最强的星宿 紫薇斗数里属于六兄之一 叶浩轩不清楚 他的本命行军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 但至少有一点他清楚 今天这场恶战是避免不了的 突然 咻的一声响 一道剑芒在七杀星附近形成 紧接着第二到第三道 一共七道白色的剑气形成 七道剑气化作七道光芒 在半空中缓缓地转动着 右手一抓 太长出现在手中 叶浩轩死死地盯着那七道剑芒 把真气提到了极限 突然 一道剑芒骤然向前发出 直指叶浩轩的眉心 这道剑气纵横交错 泛出的光滑 甚至掩去了七杀星本来的光滑 叶浩轩大喝一声 他道托太长 在黑水中急奔 七步踏入 他猛地顿住了脚步 然后手中的太长 手起剑锻一剑斩出 一个巨大的水花被掀翻了起来 湛蓝色的光滑骤然涌起 与七杀剑芒交集在一起 炽热的光滑向四面八方涌去 叶浩轩的身体一震 连退了七步 而他背后的裂纹 在这一击之下 似乎又变大了 他忍住背后的疼痛 盯着余下的几道剑气 似乎是被叶浩轩的举动激怒 余下的六道剑气全部向前一提 平平地指向了叶浩轩 然后呼呼呼地树声响 树道剑气激起地下黑水 六条骄龙一般向叶浩轩 叶浩轩大吼一声 他手中的太长一个横扫向前一指 太长上幻化出了一道蓝色的屏障 屏障将叶浩轩给护在了其中 砰 一道剑气集中了屏障 叶浩轩身体一震 这一道剑气的威力大的出奇 他的屏障之上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痕 紧接着 第二道剑气 第三道剑气 嗡嗡的剑气让空气都扭曲了起来 剑气其中蓝色的屏障 每一次都给叶浩轩带来巨大的震动 他咬紧牙关 死死地持着手中的巨剑 最后一把剑气划破虚空 重重地积在了屏障上 这一记忆 叶浩轩终究没有撑过去 白色的剑光划破虚空 从叶浩轩的胸口洞窜而过 叶浩轩的身形向后一摇 他就像是一片落叶一般 落入了水中 而在他落入水中的瞬间 水又有了变化 叶浩轩仿佛身处一个无尽的虚空 他的身体不断地往下沉 京城 许彤彤像是往常一样上班 他每天要面对的则是一些厚容的资料 许彤彤对下属很好 很多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 平时在公司更是没有一点总裁的架子 现在的长期制药 已经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制药公司 比起在他父亲手里的时候 规模扩大了近百倍 现在市面上流通的中药 要么就是长期的 要么就是长期的下属公司的 所以在国内 甚至是世界上 长期说自己是第二 没有人敢成第一 许总 这是昨天一批药材的送检结果 您看一下 刚到办公室 杜丽便走上前 拿出了一份文件 递给了许彤彤 药材黄曲霉素超标 发霉了吧 许彤彤接过合同看了几眼 只是看了几眼 她的眉头便皱了起来 这份资料是对一批中药进行的抽检 这批次的中药 明显的黄曲霉素超标 或许对于一些黑心企业来说 这些要经过处理以后 是能正常使用的 但是对于长期这样的大公司来说 这种药材是绝对不允许使用的 是的 但是许总 这批药材的产地 今年遇到了天灾 所以生命上这种药材齐缺 我们进入到欧美市场的一款中成药 最主要的药材 就是这款药材 虽然有些发霉 但是经过我们的技术处理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这批次的药退了 我们的供应商 无法在短时间内 给我们提供这种药了 助理道 那也不行 许彤彤道 做药就像是做人 而且这关系到我们长期的信誉 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这批次的药 一定要退下去 可是 这药是关系户弄来的 助理小声说 什么关系户 许彤彤眉头一皱 叶总的一位朋友 花月 她是我们某些地区的中区供应商 也是最主要的供应商 助理道 哪怕是叶总自己提供来的 这些药也不能用 许彤彤眉头一皱到 另外 花月知道叶总的性格 她平时提供的药物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这次是怎么回事 这个 我也不是太清楚 助理想了想 这一批次的药 报备上来了以后 抽检部的人就感觉到有问题 而且供应商还试图贿赂我们的工作人员 不过被我们拒绝了 贿赂 许彤彤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她回过头 我们再三严令无声 不能做出贿赂的事情了 一旦有 马上处理 现在发出通告 取消花月所属公司的供应商资料 另外 对于这次的抽检人员 进行三个季度的奖金奖励 好的 助手见许彤彤动了真怒 她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她只得微微地点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 许彤彤坐到办公桌前 一天的工作这才算是正式开始 作为一家大型的跨国制药集团 她每一天都有着处理不完的工作 而且这是药 对于许彤彤来说 药是掌控一个人生命的东西 千万不能有一点的马虎 否则的话 口碑下跌是小问题 还极有可能会出人命 通知下去 取消三锦医药的供应商资格 然后发出全国通告 进行新一轮的供应商招标 许彤彤是一个丝毫不马虎的人 她说过要严肃处理 那就一定会严肃处理 哪怕对方是叶好轩的朋友 也不行 长纪做到今天 靠的是信誉和口碑 她绝对不允许那件事情 导致长纪的口碑崩塌 刚刚放下电话 门铃便响了起来 许彤彤一边翻开了一个文件夹 一边说 请进吧 门一开 花月走了进来 因为她的腿被叶好轩打断过 后来虽然是断肢在身 但是跟她原来的腿 稍微有一点区别 所以她走起路来有些不自然 不过不容易看出来 所以说一般的人一眼看去 她还是一个正常人 不过 与她熟悉的人 就会知道 她的其中一条腿 其实是断过的 许彤彤与叶好轩亲密 但并不代表她与花月熟 而且刚刚花月旗下的供应商出现了问题 正要处理她的时候 这家伙就过来了 花总 我有些事情正要找你呢 许彤彤彤放下了手里的文件 她看着花月 你知道你旗下的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知道 中药材里面的黄曲霉素超标 药品不合格 花月笑了笑 其实许总 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的 你想怎么解释 许彤彤看了花月一眼 花总 你知道长季现在的地位 也知道我们挤起今天的口碑很不容易 所以现在 我取消你供应商的资格 你没有意见吧 许总 你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了 花月的眉头一皱 先不说我与叶总的关系 单凭这次药物发霉的事情 你应该详细地调查一下 你提供的这批药是金银花 但是今年它的产地因为多余 所以大部分的药田都出现了问题 少有收成 就算是有收成 多半也会因为连年阴雨天而发霉 因为这种药材想保持效果 不能用电或者火烘干 必须用太阳烘干 否则的话 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因为天气的原因 所以这款药齐缺 你的火 unleash 得吃 没 Incorpor 叶总